据天眼查APP显示 近期属头鸭脖设施企业及相关责任人 行政处罚书公布 其中江西中快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被罚款10万 没收违法所得1325.5元 责任人朱某某被处以去年收入的10倍罚款 及284.4万余元 陶某某被处以去年收入的8倍罚款 及185.2万余元 一某某被处以去年收入的9倍罚款 及226.3万余元 处罚详情显示 2023年6月1日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詹某 在学院第一食堂每卡香炉档口锁点饭菜中 吃出疑似鼠头的义务 6月8日 学生和某在第一食堂每食每课 快餐窗口购买的空心菜中发现一条青虫 6月13日 学生谭某在第一食堂到上海混沌铺 购买的半粉内发现一只黑色的臭虫 江西中快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作为学校食堂承包方 多次出现经营会有义务的食品的情况 且经网络传播造成大量转载与评论 引起社会舆情影响恶劣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朱某某 陶某某作为江西中快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食品安全总监 易某某作为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食堂一楼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 应对该学校食品安全事故负有主要责任 此前 属头鸭脖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 当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吊销涉事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 对涉事企业和法定代表人顶格处罚 governmental KYC 替代表人顶格有限公司 颟 continu归方配好 伤心顶格处罚